山西的文化历史悠久 山西的美食名满中华 今天的农广天地 我们带您走进静中 领略一下静中的美食文化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您好 观众们 这里是农广天地 山西省的中部简称静中 那里名胜古迹众多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到了明清时期 晋商从这里崛起 不仅把生意做到了全国 还把商业的触角 伸展到亚洲的其他国家 甚至远及欧洲 随着时光的流逝 如今保留下来的这些晋商的痕迹 已经成为一个个晋商文化的符号 太原市是山西省的省会城市 位于山西省的中部 晋中除了太原市以外 还包括晋中市 旅梁市 阳泉市等地区 晋中的饮食习惯 融合了山西南北的饮食特色 逐渐形成了晋中一带的美食风格 头脑有名八珍汤 是太原的著名小吃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 医学家富山 发明的一种药膳食品 经常食用 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头脑是由黄芪 凉姜 微面 莲菜 羊肉 常山药 黄酒等八种食材和中药配置而成 因此叫做八珍汤 外加烟酒菜做服用的银子 因为在头脑制作过程中 不加任何佐料 所以烟酒菜同时也起到了调味的作用 富山先生在头脑中配上了两味中药 黄芪和凉姜 这是头脑与别的饮食不同之处 中医认为 黄芪胃肝 性温补脾胃 脾气虚弱者使用最有效 凉姜胃心 性热 有温中 下气 消食等作用 富山加配这两味中药 就是为了预防和治疗 脾虚未寒 太原人一般把头脑作为早餐使用 所以售卖头脑的早餐店 一大早便时刻满门 吃头脑的时刻中年长者居多 因为这种药膳是富山先生 专门被身体虚弱的母亲研制出来的 所以头脑对年老体衰的人 滋补效果最好 特别是在冬季 喝上一碗头脑 整个上午都会觉得身体暖暖的 进中一带有一个传统小吃 铁锅烤蛋 它是由一种特制的铁锅制作出来的 食材非常简单 只有几颗鸡蛋和简单调料 剩下的全烤厨师对于火候的掌握 铁锅烤蛋是在烤箱等现代烘烤厨具出现之前 厨师们创造出的一种烘烤烹调的方法 它的关键就是要掌握好特制铁锅和锅盖的加热时间 利用这个特制的铁锅和锅盖 把鸡蛋液烤熟 鸡蛋液被上下两个方向的热量同时加热 因为不是在火上直接加热 所以烤出的鸡蛋嫩滑爽口 营养丰富 铁锅烤蛋它制作难度大 因为老百姓家一个是没有器皿 再一个火候不太好掌握 利用上下火的火力把它加工成熟 出来以后就是咸 弄 香 爽滑 口感特别好 营养丰富 现在基本上做的人都是寥寥无几 这就是一个镜中的老菜 如今铁锅烤蛋的传统制作方法 只有一些老厨师还会制作 因为铁锅温度很高 所以会在下面垫上一层切碎的白菜 用于隔热 在其看似简单的烹制方法的背后 体现的是厨师对于中餐烹调中 火候的精准掌握 23.糖瓜粘 每年的农历腊月23 被称作中国的小年 传统习俗是在这一天 要用灶堂来祭祀造神 祈求来年平安吉祥 所以你可能对灶堂并不陌生 而在灶堂中加入馅料 制作出的带馅的灶堂 你也许就没见过了 在镜中的介修室 有一种特色传统糖点 灌馅糖 这种糖外表和灶堂相似 糖的中心却内有乾坤 它是将白糖或果仁等馅料 夹在中间的一种带馅的糖点 经中介修灌馅糖有很长的历史 山西的十大名词之一 麦芽长芽以后熬成汤锡 拿成丝馅料拱进去以后 切断制作而成的 灌馅糖和灶堂的制作工艺大致相似 都是用发芽的大麦 混合煮熟的大米或者是小米 经过发酵 加热浓缩后 得到的糖稀制作而成 制作灌馅糖最关键的环节就是 拉糖稀和包馅 拉糖稀是个体力活 而且需要较高的温度 才能使糖稀的软度合适 一般介修的灌馅糖的制作 在冬天进行 所以需要使用蒸汽进行加热 熬制好的糖稀切成每块3.5公斤左右 拉糖稀时 先把糖稀挂在木桩上 用力拉长 拉糖稀的人要往后退3米多 然后再把糖稀的一端挂在木桩上 再拉 这个丝要拉到15次以上 才能发白 随着反复的拉扯 糖稀从暗红色逐渐变白 这已经接近我们平常吃到的 灶堂的颜色 将拉好的糖稀放在案板上 包入馅料 并卷好 把卷好的糖切成10厘米左右的条状 来成小段的灌馅糖 将切成小段的灌馅糖 再次蒸集加热后 放入炒熟的芝麻中 让它表面沾满芝麻 把沾好芝麻的糖取出两两 灌馅糖就制作好了 它的特点是酥 香 脆 甜 所以作为旅游产品和历史上 很受老百姓的喜欢 灌馅糖营养丰富 品是薄 馅香 味道鲜美可口 是镜中一带 独具特色的糖点 说起拉面 你也许最先想到的是兰州拉面 而山西的拉面 也是独具特色 特别是在镜中一带 拉面是人们日常餐饮中 常见的美食 拉面是一个全国都比较知名的面食 山西拉面是用碱和盐里边要加 拉面成败的关键之一在于和面 山西的拉面和面食 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食盐和少量碱面 面和水的比例为2比1 面和好后还要反复揉 让面和水充分结合 拉面之前要将面拉长并对折 然后放在案板上 如此反复多次 这个过程叫做溜条 等到面的韧性达到要求后 在表面撒上干面粉 开始最后的拉面环节 此时的关键就是要将面条拉到合适的粗细 还要保证每个面条粗细均匀 虽然看上去很轻松 实际上是非常考验拉面师傅 对手中面团的掌控力 在拉面中 一次面条的对折称为一扣 一斑面拉到六扣 可以处64根面条 适合做成炒拉面 拉到八扣 可以处256根面条 适合浇上卤子食用 龙须面则要拉到14扣 根数多达16384根 这样的面条和头发丝差不多 用打火剂可以轻易点燃 面拉到这样细的程度 如果下水煮 很容易阻断 聪明的拉面师傅 将它制作成一种美味的小吃 并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一窝酥 制作一窝酥 要将拉好的龙须面表面刷上油 用刀切成小段 团成圆形 上烤箱烤上几分钟 黄灿灿酥脆可口的一窝酥 就做好了 山西省的面食种类众多 做法各异 有据可查的就有280多种 因为山西盛产五股杂粮 其中除了白面制作的面食以外 杂粮面食的种类也很多 除了我们讲过的 近北一带油面食品以外 高粱面 桥面 制作的面食 是近中一带 餐桌上的常见食品 高粱是生长在 中国北方地区的一种杂粮 人们把高粱 磨成高粱面粉 因为它的颜色成浅红色 所以也被叫做红面 高粱中的淀粉蛋白质 铁的含量比较高 经常食用高粱食品 有利于缓解体内钙质的消耗 对中老年人的骨质疏松 有一定的帮助 在近中一带 人们把红面 和成面团 在擦床上 擦成面片 煮熟后 浇上卤子 当地人把这种面食 叫做红面擦肩 因为单一的高粱面 口感比较粗糙 所以制作红面擦肩时 会在红面中加入适量的白面 一般比例为1比1 这样可以让面团增强粘合性 不容易煮散 在煮沸的锅上 放好擦床 把面团放在擦床上 用手掌按压 并向前推动 这时红面就被擦成 四五厘米长的 不规则面片 在沸水中煮到面片都飘起 大概五分钟左右就熟了 出锅的擦肩呈浅红色 比煮之前颜色更深一些 搭配上卤子和调料 是一种难得的美味 这个擦肩呢 它的特点是爽滑筋道 老百姓四季很喜欢吃 它的卤呢 有肉卤 有素卤 还有海鲜等等的 看什么擦尖 浇什么卤 红面擦尖 口味清淡 易于消化吸收 并能促进肠胃蠕动 是养生的绝佳饭食 除了拉面 尽忠的特色美食还有不少 那接下来 还有哪些特色的美食 等待着我们呢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高凉面虽然营养丰富 但是吃起来口感比较粗糙 山西人别出心裁 把高凉面包在白面中间 制作成了红白相间的夹心面 这又是一种什么面呢 因为过去呢 白面比较缺少 劳动人民为了调剂好家人的饮食 所以就想出了一个 包皮面这么个做法 制作包皮面 首先要取等量的面粉和高凉面 分别活成面团 将白面的面团压成面片 把高凉面团放在白面片上 像包饺子一样 把高凉面团包裹在白面里边 将包好的面团擀成片 切成面条 在面条的切面 可以明显看出 两层白色的面皮中间 夹着一层红色的高凉面 下锅煮熟后 高凉面的红色夹在两层白面之间 看上去美味诱人 山西人并不满足于 用高凉面做的夹心面 因为当地出产的杂粮非常丰富 人们也把豆面 桥面 玉米面等常见的杂粮面 包裹在白面皮里 制作出不同颜色和口味 有味的夹心面 面的味道主要靠卤来调节 一碗夹心面配上合适的卤子和调味料 绝对会让山西人想起家乡的味道 桥面是中国西北地区传统面饰 桥麦的外皮呈黑褐色 包去外皮后 是用来制作桥麦面的桥麦仁 现在加工工艺是鲜包壳 然后用桥麦仁墨粉 所以桥麦面以白为主 略带点暗红色 桥麦面可以制作成桥面面条 桥面馍馍 桥面和喽 桥面煎饼 桥面凉粉等多种食品 在山西省文水县 齐县 太古县一带 有一种叫做桥面灌肠的食品 桥面灌肠最早是由血肠演变而来 最开始人们把猪血灌入肠衣 煮熟 叫血肠 后来人们发现 在猪血中 掺入桥面味道更好 最后干脆去掉了猪血和肠衣 用碟子或小碗 盛桥面糊蒸熟 人们发现 这种做法吃起来 别有一番风味 最传统的灌肠做法 一般都是家庭世代相传的 传统制作桥面灌肠的工艺中 活面是关键步骤 首先把桥面倒在缸中 开始像活面一样 将桥面活成面团 并用双手抓住面团 不断在缸壁上撞击 让桥面和水充分混合 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加入水进行稀释 直到桥面变成糊糊为止 这个过程需要耗费的体力极大 如今人们发明处 用搅拌机替代人力活面 让灌肠的和面变得轻松了很多 面糊糊的吸收程度 要通过经验丰富的师傅来判断 糊糊制作好后 盛在碟子里面 就可以上锅蒸了 因为面糊糊是盛在浅碟里 只有很薄的一层 所以不需要蒸太长时间 十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桥面灌肠口感筋道细腻 爽滑利口 久吃不腻 调制起来也很简单 加入米纸卤汁 口感更佳 桥面灌肠还可以切成块状 吵着吃 桥面灌肠中含有大量粗植物纤维 和对人体有益的钙 铁 鑫等微量元素 吃起来口感爽滑 老少皆宜 特别对三高肥胖等人群 是非常好的选择 鱼羊包是山西劲中的特色小吃 它是用新鲜鱼肉 新鲜羊肉 蜜汁汤料 及多种调味料 混合制作而成的食品 以其制作精细 味道鲜美 皮薄馅嫩 而深受食客喜爱 鱼羊包是进种一个 很有特色的一个小吃的产品 就是利用羊肉和鱼肉合起来 做成一个馅的包 所以叫鱼羊包 历史上也有鱼包羊这种菜肴 鱼和羊加起来是个仙子 鱼羊包的味道就是以鲜美著称 但是大家都知道 鱼肉有鱼的腥味 羊肉有山味 光是分别去掉这两种食材的腥味和山味 就很麻烦 而把这两种食材混合在一起制成馅料 如何调味是关键 料油是厨师常用的一种自制的油 它是在烧热的油中放入各种配置的调料 烹制而成 每个大厨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料油配方 这也是他们制作出自己独特味道的秘密之一 制作鱼羊包的师傅独创了一种料油 做法是将洋葱 姜片 葱段 香菜切好后 放入热油中 带这些调料的味道吃进油中 捞出这些调料 料油就制作好了 取新鲜的羊肉切成肉块 并剁成肉馅 在剁羊肉馅的过程中 加入一定量的料油 去掉羊肉的杉味 取鲜鱼 去除鱼刺 把鱼肉同样剁成鱼肉馅 一边剁馅 一边加入特制的料油 去除鱼腥味 鱼羊肉的馅分别制作好之后 将二者混合在一起 加入盐等常规调味料 混合均匀 调制成制作鱼羊包的馅料 鱼肉和羊肉合起来以后呢 它这个馅形就是 鲜味足 营养丰富 精选优质面粉 制作成面皮 将鱼羊肉的馅料包裹起来 要求是皮薄馅足 蒸好的鱼羊包 汤汁含在肉馅中 味道嫩滑鲜美 为了适应不同口味的食客 鱼羊包还在鱼羊肉馅基础上 加入虾仁 枸杞 香菇等食材 制作出多种口味的鱼羊包 让食客品味鲜美的同时 有更多的口味选择 平遥位于山西省的静中地区 地处三进腹地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平遥古城 是我国现在仅存的 四大古城之一 早在明清时期 这里山谷云集 由其以汇通天下的 日升昌票号最为出名 它被誉为 中国现代银行的鼻祖 从保留下来的平遥古城的面貌 可以想见当时晋商的繁荣 如果你到过平遥 一定品尝过当地的一种 著名小吃 平遥牛肉 据说 平遥从汉代时就开始了 对牛肉加工制作 到了清代以后 平遥牛肉 已成为当地人 宴请宾科的必备制品 平遥牛肉呢 它在制作工艺传统 是用当地的井水 和当地的硝烟 经过研制 和特定的铁锅组织的 它的特点是 鲜香软烂 非而不腻 瘦而不裁 所以受到室客的好评 平遥牛肉的传统制作工艺 非常独特 从生牛屠宰 生肉切割 腌制 炉煮等操作方法 到用盐 用水 以至加工的节气石令等 都十分讲究 平遥牛肉之所以远近文明 主要是在制作上的 腌和煮 独具特色 平遥牛肉的腌制 是把牛肉切成16块 到26块 在每块肉上 划开几条刀痕 揉入消炎 再用当地井水浸泡 平遥牛肉的炉煮 关键是要掌握好火候 是把浸泡过的牛肉捞出 用冷水洗净 再放入锅中 用碱水和消炎烹煮 不加任何佐料 一般每锅牛肉煮12小时 在煮制的过程中 锅不能加盖子 漂浮在汤上面的牛油 会形成自然的锅盖 即保温又透气 还能使牛肉中的腥味 和水分散发 制作好的平遥牛肉 色泽红润 肉质鲜嫩 肥而不腻 手而不柴 唇香可口 具有福慰 健脾之功效 如今的人们 越来越重视饮食健康 也越来越注意 餐桌上的营养搭配 同时也更注意 餐桌上的节俭 美食带给人们的 不仅是口中的幸福 心中的满足 更唤起我们成长过程中 那份对亲情 友情的深深记忆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 央视网 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